第三十三集 我醒过来 感到头痛欲裂 司马少爷冷漠地 继续进行着 他的高空吃面游戏 沙枣花 从蜿蜒上抬起 沾着面条的脸 胆怯地看着我 但同时也让我感到 他对我满怀着敬佩之情 乳房受了伤的六姐 坐在门槛上哭泣 上官吕氏 音质地盯着我 上官吕氏满面怒容 弯着腰 研究着地上的面条 你个杂种呀 你以为这面条来得容易吗 他抓起一把面条 不 他抓起一把 缠绕在一起的虫子 捏住我的鼻子 迫使我张开嘴巴 把手中的虫子 塞到我嘴里 吃下去 我的骨髓都被你吸干了呀 你这个怨孽 我大声呕吐着 挣脱他的手 跑到院子里 院子里 上官来地 穿着那件四年没脱下过的肥大黑袍子 弓着腰 在磨刀石上磨一把尖刀 他对着我友好的笑笑 神色突然一变 咬着牙根说 这一次 我非去宰了他不可 时候到了 我手中的豆磨得比北风还要快 还要凉 我的豆像北风一样凉快 我要让他知道 杀人者 必得偿命的道理 我心情不好 没有搭理他 大家都认为他得了失心疯 我知道他在装疯 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装疯 那次 在他栖身的西厢房里 他坐在高高的石墨顶上 下垂着两条被黑袍遮掩的长腿 对我讲述 他跟随沙月亮闯荡天下时 所享受的荣华富贵 见识过的奇闻趣事 他拥有过一只会唱歌的匣子 他有过一架 能把远处的景物 拉到眼前来的镜子 当时我认为他说的都是疯话 但很快 我就见识到了会唱歌的匣子 那是吴姐上官叛递报回来的 他在爆炸大队里养尊处优 身体肥胖 好像一匹怀孕的母马 他把那个开着一朵 黄铜喇叭花的玩意儿 小心翼翼地放在炕上 得意地招呼我们 来来来 让你们开开眼界 他揭开一块红布 晾开了那匣子的秘密 他抓起一个把手 指指妞妞地拧着 拧完了神秘地一笑 说 听吧 洋人大笑 突然间从匣子里传出来的声音 吓了我们一跳 洋人的笑 像传说中的鬼哭 抱走 快抱走 母亲大喊着 抱走鬼匣子 上官叛递说 娘 您真是老脑筋 这是留生机 不是鬼匣子 上官来地在窗外冷冷地说 畅真磨秃了 该换新的了 沙太太 吴姐用嘲讽的口吻说 你逞什么能 这是我玩腻了的玩意儿 大姐在窗外轻蔽地说 我对着那黄童喇叭口撒过尿 不信你趴上闻闻 吴姐把鼻子凑到黄童喇叭口上 皱着眉头闻了闻 她没告诉我们她闻到了什么味道 我好奇地把鼻子凑上去 刚刚嗅到一股腥臭的咸鱼味 就被吴姐推到了一边 嗖狐狸 吴姐恨恨地说 本来是应该枪毙你的 是我替你求了情 本来我是能杀掉她的 是你妨碍了我 大姐说 你们看 她还像个黄花闺女吗 她那两个奶子被姓蒋的啃得成了康萝卜 狗汉奸 女汉奸 吴姐下意识地用胳膊 护住了那两只堕落的乳房骂道 狗汉奸的臭老婆 你们都给我滚 上官鲁氏怒冲冲地说 都滚 都去死吧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我心里产生了对上官来地的尊敬 她竟然在那西式珍宝的喇叭里撒尿 关于能把远的东西 拉到眼前来的镜子 也肯定是真的了 那是望远镜 是每一个指挥官脖子上都要悬挂的东西 上官来地舒适地坐在铺了干草的驴草里 友好的对我说 傻小子 我不傻 我一点也不傻 我为自己辩护着 我认为你很傻 她猛地掀起黑袍子 双腿高高举起 嗡声嗡气地说 你往这里看 一道阳光照耀着她的大腿肚皮 还有那两只小猪仔般的乳房 钻进来 她的脸在驴槽的尽头微笑着 说 钻进来吃我的奶吧 母亲让我的女儿吃她的奶 我让你吃我的奶 这样就谁也不欠谁的账了 我战战兢兢地往驴草靠近 她像驴鱼打挺一样直起身 双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把黑袍的下摆蒙在了我的头上 眼前一片黑暗 我在黑暗中探索着 既好奇又紧张 既神秘又有趣 我嗅到了与流声鸡喇叭里那味道同样的味道 在这儿 在这儿 她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 傻瓜 她把一只乳头塞到我嘴里 吸吧 你这个狗崽子 你绝对不是我们上官家的种 你是个小杂种 她的乳头上苦涩的灰垢融化在我嘴里 她腋下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骚味 我感到快要憋死了 可她的双手按着我的头 她的身体用力往上挺 好像要把那又大又硬的乳房一股脑 全部逼进我的口腔 我忍无可忍 在她乳头上咬了一口 她猛地站起来 我从黑袍中露出 蜷缩在她脚下 等着她踢我一脚 或者踢我两脚 泪水 在她又黑又瘦的脸上流淌 她的双乳 在黑袍中剧烈摇摆着 炸开了瑰丽的毛雨 好像两只刚刚交配完的瓷鸟 我感到非常歉疚 试探着伸出一根指头 戳了戳她的手背 她抬起手 摸摸我的脖颈 第一声说 好兄弟 今天的事 不要告诉别人 我忠实地点了点头 她说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你大姐夫托梦给我 说她没有死 她的魂 附在一个黄头发 白脸皮的男人身上了 我连篇浮想着 与上官来地的秘密交往 走到了胡同 爆炸大队的五个队员 像疯子一样在大街上奔跑 他们脸上都挂着狂喜的木帘 一个胖子在奔跑中 推了我一把 喊道 小子 日本鬼子投降了 快回家去告诉你娘 日本投降了 抗战胜利了 我看到 大街上欢呼跳跃着成群的士兵 士兵中央夹杂着一些 懵懵懂懂的老百姓 日本鬼子投降 金铜失去了乳房 上官来地 愿意把乳房供我使用 但他的乳房里没有乳汁 乳头上有腥冷的灰垢 想到此 我感到极度绝望 哑巴三姐夫 拖着鸟仙 从胡同北投大踏步地跑过来 他和他那班士兵 自从沙月亮死后 就被母亲逐出了家门 哑巴带着他的兵 住在他自己家里 鸟仙也随着搬过去 他们虽然搬走 但鸟仙不知羞耻地喊叫声 经常在深更半夜里 从哑巴家里传出 弯弯曲曲地钻进我的耳朵 现在 哑巴拖着三姐过来了 三姐挺着大肚子 坐在哑巴的臂弯里 身上穿着一件白袍子 这件白袍子 与上官来地的黑袍子 好像一个裁缝 按同样尺寸和式样 缝制了两件 区别只在颜色上 于是 从鸟仙的袍子 我想到上官来地的袍子 从上官来地的袍子 想到上官来地的乳房 从上官来地的乳房 又想到鸟仙的乳房 鸟仙的乳房 是上官家的乳房系列中的上等品 它们清秀伶俐 有着刺猬嘴巴一样灵巧 而微微上翘的乳头 鸟仙的乳房是上等品 是不是就可以说 上官来地的乳房 不是上等品呢 我的回答是含糊的 因为 我从有意识活动时就发现 乳房的美丽 是一个广大的范畴 不能轻易说哪个乳房丑陋 但可以轻易地说 哪个乳房美丽 刺猬有时是美的 猪仔有时也是美的 哑巴把鸟仙放在我的面前 啊哦啊哦 它攥着马蹄般的拳头 对着我的脸友好的摇晃着 我明白 它的啊哦啊哦 与日本鬼子投降了 是同一语 它像一头野牛 冲向大街 鸟仙 歪着头看我 它的肚子 大的惊人 好像一只肥胖的蜘蛛 你是斑鸠还是大雁 它用啄啄啄啄的声音问我 也很难说 它是在问我 我的鸟飞了 我的鸟呢 飞了 它一脸慌乱的 惊慌表情 我指了指大街 它便横着两根胳膊 用赤脚踢当着地上的土 嘴里啾啾着 往大街上跑去 它跑的速度很快 难道那庞大的肚皮 不是它奔跑的累赘吗 如果没有这肚子 它跑着跑着 会腾空而起吧 怀孕 影响奔跑速度 是一种主观异想 事实上 在飞奔的狼群中 掉队的并不一定是 怀孕的母狼 在极飞的鸟群里 必有怀着卵的雌鸟 鸟仙像一只 矫健的鸵鸟 跑到了大街上的人群中 吴姐 从大街上跑到家门口 它也挺着大肚子 乳房上的汗水 踏湿了它的灰部军衣 与鸟仙相比 它的奔跑则显得十分笨拙 鸟仙挥舞着胳膊奔跑 吴姐双手搬着肚子奔跑 吴姐气喘羞羞 好像一匹拉车爬坡的母马 在上官家的几个姐妹中 上官叛帝 体态最丰满 个头最高大 她的那两只乳房 凶悍霸满 仿佛充满了气体 一拍 砰砰响 大姐面蒙着黑纱 身穿着黑袍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从阴沟里 爬进了司马家大院 她追随着一股酸溜溜的汗味 逼近了一个灯光通明的房间 院子里的青石地面上 布满了青苔滑溜溜的 大姐的心脏撞击着咽喉 仿佛要脱口而出 她攥住刀把的手静拦着 嘴巴里有一股泥秋的味道 大姐从花格子门的缝隙里 看到既让她惊心动魄 又让她心惊摇荡的情景 一盏白油大蜡烛 流着竹类 烛光晃晃 肉影翩翩 青砖的地面上 凌乱地扔着上官叛帝 和蒋政委的挥布军装 一只粗布袜子 搭在杏黄色的马桶边缘上 上官叛帝 赤身裸体地趴在 黑瘦的蒋力人身上 大姐撞开门冲进去 但面对着妹妹 高高翘起的屁股 和脊沟里亮晶晶的汗珠 犹豫了 她要杀的仇人蒋力人 被遮得严严实实 她高举着刀子大声喊着 我杀了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 上官叛帝翻身滚到床下 蒋力人扯起一条被子 扑向大姐 把她压倒在地 蒋力人抽掉大姐脸上的黑纱 笑道 我猜着就是你 吴姐站在大门口喊了一声 日本投降了 吴姐反身跑回大街时 顺手拽上了我 她的手上满是汗水 她的汗水酸溜溜的 我从这酸溜溜的汗味里 便吸出了烟草的味道 这味道是属于 吴姐夫鲁力人的 为纪念在消灭杀旅的战斗中 英勇牺牲的鲁大队长 蒋力人改姓鲁 鲁力人的味道通过吴姐的汗水 挥发在大街上 爆炸大队在街上欢呼雀跃 许多人眼睛里流出泪水 人们故意互相碰撞 互相打击 有人爬上摇摇晃晃的钟楼 敲响了古老的铜钟 街上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有的提着锣 有的牵着奶羊 有的捧着一块在荷叶上 活蹦乱跳的肉 有一个双褥上拴着铜铃的女人 格外引我注意 他跳着一种古怪的舞蹈 让乳房上蹿下跳 让铜铃清脆铭响 人们的脚踢起阵阵尘土 人们的喉咙都嘶哑了 鸟先在人群中东张西望 哑巴举着拳头 打击着每一个靠近他的人 后来一群士兵 像举着一根木棍一样 把鲁力人 从司马家大院里举出来 士兵们把他向空中抛起 抛得跟树梢齐平 落下来又被抛上去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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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姐拖着肚子 流着泪水吼叫 李人哪 李人哪 他试图挤进士兵群中去 但每次都被那些 结买硬捡的屁股顶出来 我懂的启示兵啊 我俩为他 顾薯顶 觉得刑 有事